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 帮我散下汗 是 医生 这个病人左胸口中枪了 情况危急 你快点救救他 医生 这里需要急救 你是新来的 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记住 在我的医疗宿里 以后这种病人 直接放弃救治 他已经没有了抢救的价值 什么 可是他还活着 你怎么能放弃他 你是医生 怎么能违背希莫克拉底誓言 因为这里是战场 他如果没了呼吸 你就是个魔鬼 你根本不配当医生 我一定会向国际医疗组织控诉你的恶心 让他们立刻把你这个柜子手遣送回国 你请随意 我虽然是一名医生 但前提我是一名军人 什么狗屁国际医疗组织 完不了我 少废话 你过来 先来救我们的钟队长 你也是新来的 难道不懂这里的规矩 我管你什么规矩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救我们的钟队长 我逼了你 赶紧救我们队长 否则打废你这个混蛋 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乱来 这是你逼我的 被打飞了 这好歹的黄皮拳 你今天必须交代在这里 继续手术 准备风和 这个男人好强 简直就是地狱的恶魔 手术完成 伤者抢救成功 感谢各位 牟尚 女儿好像恋爱了 这里人手不够 你负责把她抬过来 我们开始下一台手术 是 三个小时 手术终于成功了 阿子林 对不起 对不起 王医生 我刚才误会你了 你不是见死不救 你只是 去救那些能救活的 没事 这种事情都会经历的 我原谅你了 真 真的太帅了 很好看吗 不 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失礼了 王医生 你是在欣赏我的美貌 和身材吗 是的 你的身材很棒 尤其是你的一双大腿胃 简直是完美 王医生 光看看 你就满足了吗 我觉得你现在是在诱惑我 如果说 我就是故意的呢 我其实是月仓国的公主 我的母亲是在位女王 你真喜欢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因为我与北溟王室有政治联姻 我不喜欢那位王子 所以我就偷跑了出来 可思琳 您看这已经是深夜了 我们赶紧睡觉吧 好的 黄鱼 你这个混蛋 金屠屠头子把我甩了 你以为你能甩掉我 我们走着瞧 李老头 我不管你动用什么手段 反正我必须休假 而且是休长假 我必须马上回国 之前我赶你回国你都不走 现在倒主动要求回国了 怎么 你想通了 你管我 反正我就是要回国 可以啊 不过 只要你回国 就要执行我给你的那任务 不就是相亲吗 之前我是怕 但是现在 我一点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比月仓公主 更可怕的事情吗 看来你小子 遇到了比回国相亲 更可怕的事情 好了 废话少说 我事先说明 如果那妞儿看不上我 这事也怨不得我啊 我看你就是成心 不想好好相亲 以你的身材样貌 只要你愿意 哪个女孩子 不被你迷得神魂颠倒 唉 我说厉老头 虽然我是帅得令人发质 但更迷人的是我的内涵 我不是靠脸吃饭的好吧 行啦 你去准备一下 我和你父亲是生死战友 他把你托付给我 我现在这么做 也是为你好 她是个好女孩 综合素质都配得上你 那么 拜拜 道貌二人的老贼 伟大的祖国母亲 我终于回来了 不对啊 既然回国了 那我就自由了 也就是说 就算不去相亲 也没人管我了 我就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追我啊 看这人平平无奇 应该不会 刚好做个挡箭牌 你怎么才来啊 知不知道我现在遇到了危险啊 你这个男朋友 当的也太不称职了 男朋友 这位姑娘 饭能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虽然我知道我有点帅 但还是不能接受 你这样粗暴的搭讪 这小妞对我一口一个男朋友 就是把我当挡箭牌 对付这群人吗 看我不好好治一治你 你这个臭流氓 美女 你要我帮你解围 作为交换 我也要先得到一些好处啊 刚才从外表上 还觉得他可能是好人 没想到却是个臭流氓 小姐 别逃了 老板让你赶紧回去 帅哥 帮我 听他们叫你小姐 想必你应该是有些背景的人 我可不想引火上身 你想办法帮我 是成了你要什么奖励我都给你 这可是你说的哦 什么奖励都行哦 小子 我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她的事 就是我的事 怎么能叫多管闲事 你们是不是不懂事了 既然你不听劝 兄弟们 陪这个小子一点教训 嗯 坐了很久的飞机 腰酸腿疼的 正好现在活动一下筋骨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走 加油 把他们都打跑 小姐 亲你三思啊 老板为了这件事情十分生气 这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回去告诉老头 我是不会妥协的 兄弟们 我们先回去吧 嗯 亲爱的 你 你想干嘛 怎么 现在就翻脸不认账了 嗯 刚才只是想让你帮我把那些人赶走 现在赶走了 单摸的你也摸了 你还想怎么样嘛 哼 怎么样 我在想你给我什么奖励比较好呢 嗯 嗯 还是把你给睡了吧 啊 哪里别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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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嘛 来真的呀 啊 你个滚蛋 放开我 你信不信我喊 哼 哼哼 救命呀 现在的小情侣 真会玩 大小姐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跟我来酒店干什么 行了 你赶紧走 我还有其他事呢 本小姐被你欺负了 你必须陪我去公宿市 不就是相个亲嘛 需要躲这么远 哎 我也在躲相亲呢 哎 连照片都没有见过的相亲 就是诈骗 老爸还想着我跟他结婚 我接受不了 我爸势力很大的 你今天打了我爸的人 你也跑不掉的 跟我一起逃吧 嗯 行不行嘛 就到姑苏市就行 我去找我表姐 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酬金的 好 这笔买卖我接了 刚好我有些姑苏办事 太好了 咱们走吧 你好 退房 干嘛 这么看着我们 不就是退房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把房卡给我就可以了 祝你们愉快 胸大无脑 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 这都不懂 那你跟女前塔 竟然以为我跟你做了那种视角 你气死我了 不要投诉她 小姐 她来了吗 还没 听人放我的鸽子 找到她 带回来 是 欢迎登基 你逃去你表姐那儿 全都得救了 你表姐很厉害 那是 姑苏第一大美女 苏秀集团董事长 我表姐可厉害着了 苏秀集团 这可是很有名的上师起研 看来你表姐大有难投啊 那是 她可是女强人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五岁被唐诗 七岁熟读四十五经 魂能提笔安天下 不能上马定乾坤 唉 好了好了 我们知道她返墙了 嗯 我们到了 姑苏是到了 你赶紧联系一下你表姐 我刚刚就已经联系过了 但是她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看来我们今晚要先找其他的地方住了 谁先去她家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去其他地方 难道你想对我做点什么 臭流氓 因为我表姐平时只住酒店 平时只住酒店 这么奇怪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奇怪 前段时间开始 我表姐就不住家里了 只住不同的酒店 我突然对你这个表姐 很感兴趣 你这个坏蛋 你不许打我表姐主意啊 我是怕你表姐打我主意 毕竟只有我 才可以救她 什么 你在医院 好 我马上就来找你 我表姐在医院 我们赶紧过去看她 行 我们赶紧去吧 你表姐在几楼啊 九楼 哪里有医生 我儿子发高烧 快过来看看 没什么大事 温度并不高 我先给你一个体温计 你带孩子 到外面先量一下体温吧 等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让我等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这个人渣 汪语 你去教训她一下 人呢 渣子 人的拳头 不是用来对付老幼病残韵的 谁 可恶 我去死 如果你不会用小刀 你就让我 小刀 请帮帮我 我的孩子 别担心 让我来看看 脉搏虚义稳定 你孩子没事 放心 我是军医 已经确定没事了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如等孩子生下来 你就做他的干爹吧 不了不了 就麻烦你照顾下这个孩子 好 没问题 小刀 小刀 没想到你还是医生啊 我真的很难把你这样的衣冠禽兽 和医生那样神圣高洁的职业联想到一起啊 我都这么禽兽了 却对你的相貌和身材一点都不感兴趣 作为一名雌姓 你难道不感到悲哀吗 你 无耻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我不是怪人 苏星廷是我的表姐 我来看看她 是凝雪吗 让她进来吧 凝雪 你来了 这声音 鲜柔淡雅 似水如歌 这个女人 太美了 声音竟然也这么好听 好像只要听到她说话 就获得了无上的享受 小姐姐 灯徒子 哪来的傻子 宝妙 来把这货给我丢出去 骂谁傻子 苏星廷是我的女人 你不准多看一眼 再看把你丢出去 你这个人什么素质啊 会不会说话 证明后 我们只有商业往来 连朋友都不是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好 好 好 很好 你帮她说话 我弄死她 出了什么事 你们带着张绍去找医生 他似乎伤得很重 流氓 你的拳头好厉害啊 那笔鞋 我要是变成光头 还能更强 你是一名军人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刚才的动作 因为刚才的动作精准 训猛 流利 一定受过专业的训练 没错 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军人 看来宁雪没有骗我 你果然有兵哥哥情节啊 不好意思 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 流氓 同意鼻子灰了吧 看你以后还赶快 你臭不要脸 话说 宁雪 你怎么来姑苏了 我就是来看看你啊 你的伤势没有大碍吧 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 没什么事 只是一次意外事故 不过 我猜你来姑苏是躲乡亲的 可骗不了我 美女 我觉得 你需要我的帮助 帮助 你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 你现在的情况一定很危急 在这个时候 你的身边很需要像我这样 很帅又很强的人 难道 他知道了些什么 你到底是谁 干嘛这么紧张啊 我是一名军人 又不是坏人 是阿兴听见 他虽然有嘴滑舌一肚子坏水 是个臭流氓大色狼 还臭不要脸 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 很有正义感 刚才还伸张正义痛扁了人渣 我了解了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王宇 等明天出院 我希望能跟你聊一聊 乐意直至 苏星廷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别以为你身后有些势力 我就会怕你 告诉你 我不惧 张中尉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少跟我装糊涂 少跟我装糊涂 我问你 我儿子的伤是怎么回事 之前还好端端的 现在却昏迷不醒 还在手术室抢救 张明昊竟然会伤得这么重 这就有点难办了 张中尉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只是现在 我还给不了你答复 想不到这冰山美人 还这么重一些 有点意思 什么叫做现在还给不了答复 这里是病房 谁允许你在这里大喊大叫了 就是就是 刚才你儿子就是因为在病房里面大喊大叫 然后就出事了 简直是自食恶果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你想想 这里可是医院 每天都有许多人去世 阴气可是很重的 你信不信鬼呀 你说我儿子的行为 惹怒了鬼魂 他是被鬼魂害的 事情真的很诡异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你儿子大吵大闹后 突然之间就像中了血一样 跑到墙边 然后就用自己的脑袋撞墙 我都替他疼啊 你是在耍我 好疼 你看吧 他也中邪了 我就说医院这种地方阴气重 不能大喊大叫 赶紧带他去看医生啊 赶紧带我去见我的死人医生 哇塞 牛毛 他真的中邪了 你果然凶大无脑啊 这种鬼话你都信啊 龙女 你果流发混蛋 好了 你们俩别闹了 现在收拾收拾 准备出院吧 我现在没事了 老婆 光穿简单的衣服就这么迷人 要是换成其他高品质的衣服 那还得了 好 在我们谈正式话题之前 我想先弄清楚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想弄清楚什么问题 我趁他不注意 用手点了他的穴位 所以他才会肚子剧痛 你还会点穴 那当然 我是一名特战军医 懂得中医点穴的方法 在战场上 西医的止穴方法 远不如中医点穴之穴有效的 莫非你真的认为 能用中邪这个说辞 把中中为虎中 张明浩清醒之后 你就完了 没事 我点了张明浩背后的大穴 他已经失忆了 如果张中伟查不出 他儿子失忆的具体原因 肯定会以为是中邪 张总 实在抱歉 所有检查结果 都显示你的机体功能正常 你这腹痛的原因 暂时还找不到 你们这些医生都是饭头吗 全是吃五项麻辣粥饭长大的吗 对不起 张总 我从医这么些年了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可是古苏氏最好的医院 论医疗条件 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 在这里都插不出来 难道 真的是中邪了 你竟然有这样的能力 我确实不用太担心 有件事想拜托你 有人追击我 请用你的实力 帮助我 可以啊 但是我也不白白地帮助你 你需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要多少钱 做我女朋友 行 我答应你 不行 我不同意 星廷姐 她是个大色狼 你不能随便答应她呀 喂 我和你星廷姐 可是两情相悦 难道你吃素了 王羽 你这个臭流氓 老娘要撕烂你的嘴 原来仙女也很接地戏嘛 越发起来有女人味了 就是 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请进 你应该已经猜到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电话 应该是杀手打来的 没错 这个杀手每次在动手之前 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通知 让我先做好准备 这么自信的行事风格 是那个人没错 这个人还挺奇怪的 甚至还有点嚣张 他就不怕你跑了 第一次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不管我用了什么方法躲避 他总能找到我 最危险的一次 我差点与命了 死里躲避是没有用的 只会让我更被动 他们真的很可怕 就好像梦魇一般 这是第几次了 第五次 五次都没能得手 那家伙算是遇到对手了 如果换作其他人 恐怕早就在在了他的手上 那这一次 你的行车安排是什么 今晚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 杀手打算 在我去宴会的路上动手 我马上让我的安保团队过来 等一下我们一起开个会 一起研究一下应对措施 不用 我请的是国内最顶尖的 三A级精英安保团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觉得你们之间 还是需要先磨合磨合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次行动 根本用不上那么多人 只需要我一个人 就完全足够 你也未免太自大了吧 你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啊 对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十分抱歉 我没法树立起信心 如果我真没这个能力保护你 我会故意夸下海口 然后去送命 我至于这么傻吗 有道理 既然如此 那我就信你一次 出发 这次宴会在莫获利庄园举行 这个庄园在城郊 而一旦离开市区 那些人 就会寻找机会对我动手 你放心 一切有我 看来还是不信我 停车吧 他们已经跟上来了 不 立刻加速 我 该听谁的 不能停车 立刻加速 往高速方向开 快 他们已经追了过来 如果我们现在只想着逃跑 就会变得很被动 对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追过来了 你的安保团队全部失败了 你的对手都是雇佣兵 最擅长的 就是跟踪和不跟踪 为什么他知道我安排了安保团队 难道是因为他跟我在一起 才让敌人知道我的行踪 导致安保团队失败 难道他是那些人的同伙 你还是不相信我 如果我跟凶手是一伙的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活着吗 别忘了 凶手的目的是取你的性命 他们真的追上来了 没办法了吗 要失败了吗 停车吧 黄宇 但你一个人不可能解决得了他们的 他们实力非常强 不 我的意思是 我下去挡住他们 你正好趁这个机会逃走 这娘们可真狠 可我不行 竟然真让我下车去对付他们好起车的人 他怎么坐都不在 你 我 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 刚营造的紧张气氛 都被破坏了 王羽 我相信你能解决 我在前面等你 这小妞可真是傲娇得很 小子 你很准啊 自己一个人拦我们几十号人 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 该死 这女人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 竟敢无视我 那就给我下地狱吧 你确定你做好准备开导 很好 有两下子 怪不得敢一个人堵我们 这个男人竟然这么强 看来是我之前有点小看他了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不如你们一起上 怎样 狂妄至极的家伙 兄弟们 白阵 五行死门阵 这是 完了 老板 这五行死门阵 是江湖中罕见的阵法 据说有许多实力高降的人 都陨落在这阵中 老板 不如这边拖住了这些人 我们赶紧逃吧 他在前面独自面对危险 把安全的背后留给我们 逃跑 我苏星廷做不出 我会等他 在这阵前 竟然还敢奔心 找打 小小把戏 就别在我面前骂你了 面对这么多强悍的对手 只能轻松击败 确定男人 如一般 刚才你们很厉害 又是摆针又是大喊大叫的 你想怎么样 告诉你 是可善不可辱 放心吧 我不揍你 回去告诉你们的头 也就是那个兽王 让他来找我 我觉得揍他还有点乐血 你们都太菜了 你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头是兽王 年轻人还是少打电 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去做就行 嗯 你怎么让他们走了 放他们回去 引出他们的头领 你的事情 就能彻底解决了 既然如此 真是辛苦你了 需要什么回报 你可以尽管提 这 其实我要的非常简单 给我一个吻吧 他 他竟然过来了 幸福来得这么快吗 我们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种越界的要求 我无法满足 男女朋友之间 结我能算越界 在我这里 只有夫妻之间 才能发生亲密的接触 我 你这是什么鬼逻辑啊 那我这恋爱他能有毛意思啊 走吧 开去宴会了 哎 今晚的这个宴会 我是充当你的保镖啊 还是男朋友啊 当然是男朋友 这还差不多嘛 你终于开销了 你觉得 一个保镖的身份 能进这样的高级宴会 原来只是为了让我进来嘛 素素来了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让皇府大哨久等了 之前大大小小的宴会中 苏心廷都不会有难办 今天去破天荒的带了一个 这绝对不能容忍 哎哟 皇府啊 明门望族啊 不得了不得了 心廷 这个庄园我已经包了 非常的安全 不需要你身边的这位保镖 我会保护你 他这样一个保镖进来 应该会感觉坐立难安吧 说不定 这是人家第一次进这么高端的宴会 要不然我还是出去吧 你不用出去 就你这儿 皇府大哨想必你误会了 他不是我的保镖 他是我的男朋友 是吗 完了完了 这小子要倒霉了 整个姑苏都知道 宋心廷是皇府郡的禁卵 他这么做 就不怕遭到皇府郡的报复吗 即便他是锦绣集团的总裁 姑苏第一美人 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都还没答应做你的男朋友 在我没答应你之前 我还是你的保镖 不是你的男朋友 皇府大哨 要不我拒绝心廷 给你一个追求的机会 怎么样 这个骄傲 真是劲得可以 很好 你会为你的逞能后悔 这个皇府郡 是什么任务 怎么 你害怕了 开玩笑 我会怕他 没有慕容 哪有皇府 这皇府世家 是华夏全市最大的两个家族之一 而这皇府郡 是姑苏皇府世家的长孙 更是未来皇府家的继承人 你 你 你怎么不早说 完了完了 这下我可惹上大事了 装 你再给我装 细经附体呢 不愧是我的女朋友 真的被你看穿了呀 厉害厉害 行了 你也别平衡 这个样会 没有再待的地方 我们回去吧 唉 这么快 这才刚来就要走了 我怎么感觉你是特意带我过来露脸的呀 合着 我又当了一回挡箭牌喽 这妞 一回来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 这两姐妹果然是一家人 使唤起人来都一样 看来这皇府大哨十分的记仇啊 这么快就派人过来了 嗯 两位 你们要是现在转身回去 就不会受苦 哼 下地狱吧 下地狱吧 血影们都无影步 看来 你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实力的吧 不过可惜 还是太菜了 这家伙只看了我一眼 竟然就知道了我的步法 灭口的时候还敢分析 我就替你们的门主封血影 教训一下你吧 啊 啊 他竟然连我门主的性命也清楚 我到底碰上的是不怪我 小心 这人有古怪 不管你是谁 今天你都活不了 看在你是个妹子的份上啊 我就不打你了 收你一点福利 你应该没有一些 啊 啊 你这个秋灵猫 你们是灭不了我的 想要活命的话 就赶紧回去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 我们先撤吧 现在的年轻人啊 学个半调子就来当刺客 真是嫌密超 黄语 我有话和你说 ,你直接说呗 咱俩神跟神啊 都是一家人 今天 谢谢你 不用谢 保护女性 这是我作为一个绅士 英镜的职责 可是 我还要和你说对不起 诶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过你和夏宁雪 真不愧是姐妹啊 都拿我当挡箭牌 宁雪 她对你做了什么 她被一伙人追 拿我当挡箭牌 今天你被黄甫逊骚扰 还是拿我当挡箭牌 你们俩可不是亲姐妹吗 形势风格一模一样啊 突然发现 你还挺可怜的 唉 可不是嘛 我也觉得我太可怜了 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可是连手都不能剪 所以 你说你做我的女朋友 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你不会是在敷衍我吧 因为 一段惨痛的感情经历 我心中还有芥蒂 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介绍和你的这种关系 就你给我装 我理解 我等你 谁 谁又你等我了 自作多情 我说完了 我走了 可爱的女人 把我交起来都这么可爱 滚开老头 你押挡路了 刀痕为谁拼 都学姬乾坤 大风喜来西 替你定千军 好 给你一个推荐 这是我的师父 一针大师 你确定他是大师 而不是一个疯子 来打我 来打我 大头 看拳 好 我真是大师 这一拳下去 竟然毫发无伤 大师 多有误会 请随我上座 被点穴的部位 又开始痛了 这个穴位的手法是 你做了什么 干什么 老子毙了你 你 我的肚子 完全不疼了 老先生 果然是世外高人 刚才张某多有怠慢 还望老先生海涵 那个老东西 他入土了 我一直以为 无法报这个仇了 没想到他还有个传人 既然如此 当年你给我的耻辱 我一定会在你的传人身上 百倍奉还 这个王羽 就是老先生 所说的那个传人吗 哼 看来他这次是真的完蛋了 呃 喷嚏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 是不是有谁在惦记我呀 像你这种坏事做多的老流氓 肯定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你 所以你打喷嚏可太正常了 你这丫头 这么热的天陪你逛街 你却还要埋态我 哼 你跟表姐一样 都拿我当妹妹抗 觉得我没长大 你本来就是妹妹嘛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哼 不 我不要 我不要当你妹妹 好好好 不让你送我的妹妹 行了吗 嗯 说好了哟 说一不二 哼 这还差不多 我原谅你了 走了 继续逛街 我 我 快不行了 我不行了 马上救药 救药到了 你再坚持一下 不跑了不跑了 我们俩都出来逛吃逛吃完了一天了 到晚上你还要跑步运动 你简直就是个魔鬼 你懂什么 生命在于运动 哼 运动个屁 你的生命 今晚就要终结 一生大事还在路上 估计还要两分钟到 我只要拖住王羽两分钟的时间 等大事一到 王羽必在 上次我教训了你 你现在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哼 这次换我教训你了 你们两个给我上 刚好我跑步热了身 就陪你玩玩 哼 就剩你一个啊 我以为两个保镖 能拖住这两分钟 现在竟然连十秒都不到 我该怎么拖住 接下来的一分多钟啊 我打不过他呀 哼 可是上次被我打完了吗 哼 算了 给你个痛快吧 哼 两分钟到 是谁 哈哈哈 大师来了 大师来了 王羽 你完蛋了 张子武是一代内加工大师 怎么培养出了你这么个徒弟 竟然是修外加工的异类 你认识张老头 看来你认识他 你果然是张子武的徒弟 我认识张老头 就一定要是他的徒弟吗 你会张子武的点穴手法 还敢说不是他的徒弟 唉 看来你是真的有病 我会他的点穴功法 我就一定是他的徒弟了吗 不过他倒是哭着喊着 会求让我当他的徒弟 王王小儿 这步伐 竟然是八卦拳步伐中的冲剑步 这老头修的 就是内加工里面的八卦拳 而八卦拳 又讲究动作刚猛 大开大合 强攻应取 这下就有些棘手了 这用了武成力的一拳 愿以为可以将这小子轻松废掉 没想到竟然被他硬生生打了下来 这老头竟饮武学多年 是个高手 看来得认真了 小子 我看你身手不错 我也很稀才 若是你为刚才的年少轻狂道歉 再向张氏父子道歉 并且自断一臂 我可以饶你一命 臭老头 趁人不备 偷袭算什么本事 来 我们接着打 看我不打倒你个混蛋 难不成 这人不是张子武的徒弟 只不过是 点学手法和张子武类似 那就下地狱吧 我说 这老头是不是有病啊 我这一拳 用了足足七成力道 子子竟然文思不动 我反而被震退了 什么 就这点力道吗 看起来宗师的样子 搞偷袭倒是不错 正面硬刚你不太行啊 这不可能 你不太行 我让你尝尝我全力的一击 还想来 还想来 我都被你打了两拳了 也是时候让我送你一项 什么 这样的大师都被打败了 那我岂不是完蛋了 得赶紧逃 好歹 好歹你是一个内加工大师 怎么给这种人做狗腿子 不 我之所以找伤你 完完全全是因为张子武 你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我要找他算账 他人都不在了 你跟他就算有再大的仇恨 你该放下了吗 放下个屁 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我要去掘他的坟 张老头啊张老头 你可真是造孽啊 我现在还真的挺想知道 张老头到底对这个老头做了什么 你至于人家恨得多想绝他的坟 这个混蛋打架还有点帅 凝雪 我们走吧 好 等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问题 直接说 你是不是天生霸王力 不错 我的确是天生霸王力 果然 我输得不冤 这趟真是倒大霉了 兽王 你们怎么成了这样 队长 这次任务是我的失职 我甘愿受罚 你们几个是我带出来的特战兵 按理来说不应该失败 出了什么变故 队长 前几次我们都按您的吩咐 刻意让苏印亭绝处逢生 并且不路破绽 这一次我们照常行动 没想到半路冲出来一个变态 三拳两脚就把我们打趴下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 他竟然知道你这是我 什么 居然知道我的存在 快说说 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力气非常大 令人发指的大 被他攻击 就像被千金巨石撞到一般 瞬间让人丧失战斗力 没错 是他 一定是他 你说的这个家伙 是不是长得很帅 就是那种帅到令人发指的帅 我 这句话让我怎么接啊 对对对 他很帅 可是他力气大 和他帅不帅有什么联系啊 那就一定是他 早知道是他 我绝对不会这时候回来 不行 我要赶紧离开这里 要是被他找上 我就 快 你们也赶紧走 我的寿王称号 世界一流水准的特战兵王 竟然会被吓成这个样子 慢着 刚来就走 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啊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这还不简单 我在他们的身上 扔了一个小型定位器 既然如此 那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怎么样 我很久都没有好好地松一松骨头了 你来帮帮我 打架算什么本事 你会打架很了不起吗 就可以随便用武力欺负人啊 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很可耻吗 你别过来啊 喂 你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你的职业啊 你可是雇佣兵啊 不就是动手打架的吗 不能 这由不得你 打不打 我说了算 那我认输 我靠 你还要不要点脸啊 脸值钱吗 队长 你就跟他打吧 这样 这样也太丢人了 要他你打 我不管 我现在 就要打你 我靠 你真想来啊 别废话了 手要的紧 你 必须要揍你才行 这个变态 躲不掉了 以为我好欺负吗 拼了 李振宇 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小王爷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就饶了我吧 小王爷 小王爷 你怎么会来孤苏啊 找你啊 找我 为什么 难道 他已经知道苏星廷的父母 和他父亲当年的身亡有关 他来找我的 我刚才通过监听都知道了 你每次都是让他绝处逢生 这个任务到底谁不知道 这么变态 要这么折磨苏星廷 千万不能暴露这个任务的目的 否则功亏一篑啊 很难回答吗 我就是一个雇佣兵而已 雇主的目的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敢问哪 我找你还有一件事 帮我查一查 我父亲的身亡 和李思敏有没有关 当年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 我严重怀疑他 那个任务我们都不清楚 如果仅凭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这点 就判断他为人有问题 是不是不太妥贴 行了 你不用想我了 这些年来 我的直觉告诉我 李思敏和我父亲的允命 绝对偷不了干系 他外表为人很好 是我如己出 可是在我看来 都是虚伪的表演 我知道了 我会把你弄清楚 嗯 那就谢谢了 我先告辞 兄弟 喂 李思敏 当年王爷的身亡 到底和你有没有关 混账东西 这些年我为什么要尽情尽地查当年的真相 如果是我做的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当年那个任务的策划小组 都遭遇恨火 现在只剩下苏星廷的父母黯然无恙 我让你去查 就是去为了寻找真相 抱歉 我不敢怀疑你 好了 可能是小王爷误会太深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要消除与他的误会 我们的计划一定不能泄露 你继续在姑苏待着 我会回国 嗯 门怎么开了 流氓 你怎么才回来啊 一晚上都去哪干坏事了 这 英雪 你下次最好穿长裙子 哦 怎么 我短裙子不好看吗 还是 你更喜欢长裙 哼 你这是在诱惑我 说吧 你又要我干什么 你这人咋这样 神家专门打扮了在这等你的 哼 我才不信 你竟然脸红了 在下 信不信我干坏事了啊 我 我错了 你别干坏事啊 我姐姐你女朋友还在隔壁呢 哼 暂且放过你这一回 对了 你对姑苏熟不熟啊 嗯 我说啊 我除了喜欢吃美食 还有就是到处去玩 整个姑苏 几乎被我玩了个遍 那好啊 陪我去一个地方 哎呀 等等 我还没穿鞋 走 你来这个西山村干嘛呀 这个地方好穷啊 我曾经去过 比这还穷的地方 那种地方 你会觉得就是个地狱 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这么恐怖啊 那是什么地方啊 北州 佐马里 在那里 我失去了很多的兄弟 那现在 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我有一个兄弟 在佐马里的那次任务中 他为了救我 被炸断了双腿 围固之后 他就销声匿迹了 这次我来姑苏 就是为了找他 大爷 你知道董浩淼住哪里吗 你们是什么人 找他做什么 我是他的战友 找他续续救 啊 战友啊 那我劝你不要找他 免得萤火烧身 大爷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他住哪里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 您无需担心 往东走 倒数第三排房子 就是他家 年轻的娃子 等下就知道后悔 你的战友 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应该是这里了 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啊 他的双腿被炸断 就没有给他补偿金吗 董浩淼 国家给了你一百多万补偿金 你全部捐了 眼睛都不眨一下 有多大方有多大方 你懂什么 我那些战友牺牲了 他们家的那些孤儿寡母 都失去了依靠 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现在 连玄费都交不起 明明你只要跟国家开口 这日子就不会这么苦 别哭了 我是军人 就算是退役 还是一名军人 绝不会给国家添麻烦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扛起这个家 现在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 崔寨的又来了 怎么办啊 怕什么 拼了我这条命 我也不会让他们欺负你和孩子 董大头 是我 开门 快快开门 是老大 老大来了 请进吧 老大 兄弟 可算见到你了 这就是兄弟情吗 以前我觉得为兄弟两肋插刀 赴汤蹈火之类很幼稚 但是这一刻 反而觉得很神圣 老大 你怎么来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当初为什么要躲起来 你知不知道 我这些年一直都在找你 老大 对不起 刚才你和嫂子说的话 我全都听到了 你觉得 你把所有的钱 都给牺牲战友的家属 你就很光荣 你是不是觉得 做了这些好事之后 你躲起来 深藏公与名 你就很伟大 不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名利 老大 他们全都牺牲了 就我还活着 我不去照顾他们的家人 我良心难安哪 对不起老公 对不起 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我也是太着急了 你却没有想过 你这么一走了之 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这些兄弟的良心 有多难安 这里没有五十万 你拿着 老大 你这是做什么 这钱我不需要 你给我拿着 就问你 你是不是我带的兵 当然是 那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那这些钱 你必须收下 这是命令 这 你待会儿把这些钱 给我那些战友的家属挥过去 怎么浩苗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在关心他们吗 我告诉你 这些年来 我们剩下的兄弟 一直都在帮助他们 现在那些家属好着呢 这些钱 是兄弟们一起凑的 专门给你的 所以你无论如何 给我亲自收下去 别在这犯婚 嫂子 这些钱 你务必收下 这是我们兄弟几个的一点心意 谢谢 谢谢 还有 东大头 我刚刚听嫂子说有人催债 你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没有 老大你听错了 我哪有什么麻烦 董浩苗 今天你要是不还钱 把你这栋破房子拆了 欠钱三年了 你真的我是开慈善机构的 这就是你说的没麻烦 小麻烦 小麻烦 嫂子 和我说说这事吧 那时候家里太困难 浩苗用旧伤复发 需要钱动手术 我们就借了三万救急 没想到是高利贷 可没想到利滚烈 还要再还二十多万 我们哪里还得起 所以他们就不断地恐吓我们 借三万还二十万 他们这不是明抢钱吗 嫂子别怕 有我在 我来解决 左头王吧 终于赶出来了 走后秒 你家里怎么多出来一个小美人啊 早把她交给我想用 你的账就轻了呀 看你妹啊 小美人 你就是我的妹妹啊 所以我盯着你看呢 我也不介意和你玩玩呀 你说好不好 许刚 你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 信不信老子撕烂你的嘴 呦呵 等后秒 你费人一个 还敢跟我嚣张 你信不信 连你老婆 我也一并卖到窑子里去 我 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看看这个废物 多么狼狈 像一条断腿的狗一样啊 你好像很喜欢说脏话呀 你算哪根葱 给我滚蛋 别在这里装 啊 呦 啊 啊 听见丹岁的声音了吗 啊 你 你们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呵呵地打 除了人命 散老子呢 杀 看招 这身手 还是人类吗 太恐怖了 老大 你还是那么狂傲帅气 要不 你们几个一起上 快跑啊 我靠 你们跑步会带上我 养你们不如养条狗啊 别 别打我呀 我不打你 那 那就好 你嫌的可能吗 军人神圣不可侵犯 不是你这样的渣子能羞辱的 你可能打呀 有者你今天就干掉我 告诉你 你今天能护得住他董化妙 我服我 但是你能护他一辈子吗 那你走 他就完蛋了 这 王宇 你别 干掉他是犯法的呀 放心 我不会乱来 你知道董浩苗 以前的身份吗 哼 不就是个臭当兵的吗 对 他是当兵的 他立过一个一等功 三个二等功 七个三等功 荣誉无数 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这些年他能忍你 是因为他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但只要他开口 你这个麻烦 就会彻底消失 如果你想认识军方大佬 我也可以给你介绍些手 对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 绝不会再打扰他 你可以滚了 是 是 黄宇 你真是太棒了 我终于能理解那一份兵哥哥情节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什么 你说你要离开了 对 明天就去燕京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离开 来姑苏办的事情我都办完了 你的麻烦我也解决了 我还要去燕京办事 以后想见面 可以来姑苏找我 嗯 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么晚了 你又这么累 就在那休息吧 等 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没有 早点休息 再见 再见 苏星廷远近于此了 你在这里干嘛 在等我吗 我 怎么哭了 答应我 别走好不好 我也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留下来 静静地品尝岁月 我身后背负的东西 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还需要去解决 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事情 那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 你会来找我的对不对 当然 你可是我的好妹妹呀 乖 去睡觉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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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妹妹 终于到燕京了 还是先找个住的地方 然后再把这里 搅个天翻地覆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 你快醒醒了 你们有没有谁是医生 快给老人家看看啊 这年头 谁敢站出来啊 万一他到时候醒过来 额你的钱 那怎么办 我现在 怀疑这叶老爷少 是预谋好的 专门来碰瓷的 我们不是 我们真的不是 快救救我爷爷 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说的话谁信啊 我信 这老人家快不行了 叔叔 你帮我救救爷爷好不好 放心 我是医生 我可以救你爷爷 你们是有针 快给我针 还有打火机和消毒纸 我这里有 但是 是防疫人 没事 勉强能用 这人在干嘛呢 啊 害人嘛 哎 看这样子 好像是中医的针灸 哼 现在还有人姓中医 我看这个老头 八成要栽在他手上 这种突发的脑溢血 通过针灸刺激就能止血 再配上一点西药 就可以痊愈了 他目前脱离生命危险了 打电话就救护车过来就行了 哎 你 你怎么走了 万一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老人家因为他乱旧而亡 内武之家餐厅的名剩也不好了 放心吧 老人家已经没事了 只要送到医院拿一些药就好了 不会影响你 谁信啊 老头还奄奄一息 你居然说没事了 要我说你也是骗子 想用针扎醒趁机勒索 现在老头被扎严重了 就想溜走 趁人全身都是负能量 用最坏的心思揣测别人 真想给他一枪 可是刚来这里 还是要以低调为主 怎么 被我识破了 没话说了 哼 针灸都不知道 幼儿园毕业了吗 你呀说谁呢 你呀把话说清楚了 我警告你放手 不给我一个交代 今儿就别想走 不给这蠢蛋一个教训是不行吗 既然你看不起中医 那我就让你尝尝中医的恐怖 疼 你想怎么样 让你手臂脱臼而已 不是什么大问题 回去找个中医症骨就能治好 滚吧 看 老头儿醒来 这老人家的身体素质可真够硬朗的 这么惯性地醒过来 爷爷 你刚才昏倒了 是这位叔叔救了你 多谢相救 年轻人 没事 我是一名医生 救人是我的天职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改日我登门拜信 不必了 做好事不留名 这是我偶像说的 刚才闹得有点大 得赶紧溜啊 不然就违背我现在低调行事的目的了 快快 保护家主 这个老人有点失利啊 我现在跑过去抱大腿 不知来不来得及啊 家主 你要是再这么任性 我就真的只有以命谢罪了 小五啊 下次保证不会了 我靠 既然是一家之主 这么粗的一条大腿被我错过了 刚才我为什么要装清高啊 爷爷 晴儿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姑苏市游玩吗 爷爷 晴儿想你了 所以就来看看你 怎么 不喜欢晴儿来看你啊 晴儿想爷爷了 爷爷自然高兴 不过我最近听说 有人惹你生气了 你告诉我 我替你教训教训他 前几天我爸让我去相亲 相亲对象居然放我的鸽子 让我一个人在姑苏等到天黑 是哪个小子敢这么对你啊 凭什么敢拒绝我的宝贝孙女 就是啊 他凭什么放我鸽子 就算要拒绝也是我拒绝他啊 我派人盯着他 结果发现他竟然和两个女人纠缠在一起 告诉我这小子在哪里 爷爷我一定会给他一点教训 哦 他现在去了燕京 燕京 燕京 我这次就是和爷爷说一声 我要去燕京 好 我陪你一起去 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 哼 王羽你个混蛋 你就在燕京 给我等着吧 难道我又被惦记了 唉 没办法 长得帅也是一种罪关 王先生 我家主子想见你 嗯 我昨天刚到燕京 这些人就坐不住了 你让我去 我就得去 那我不是很没面子 王先生 我家主子说了 你必须去 那我要是不去呢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帮你过去了 真没有礼貌 别我 就你这样的伸手 还想帮我 再练几年吧 那 王先生留步 我家主子说了 只要你看到这张照片 你就会跟我一起走 如果你不去 我家主子 就 就说你是怂货 啊 去就去 谁怕谁啊 你以为我真会怕你啊 我刚才要是 早一点拿出照片 就不用挨打了 还要我说多少遍 我没事儿 赶紧让我出院 再待在这里 要呆出毛病来了 信不信我把你们一个个 都拉出去枪毙了 都给我滚 我都要看看 你要枪毙谁啊 唉 可亲 我已经没事儿了 你看我骂人都这么有劲儿 我刚问了医生 您这是突发脑溢些 虽然抢救及时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但必须住院观察 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出院 这 宝贝女儿 我 这不是待不住吗 天天躺在病床上 我都感觉要疯了 我都感觉要疯了 您昨天下午住的院 这才躺了不到一天 怎么就成天天了 抱不过你 那我就在医院待一个礼拜 唉 对了 小五啊 昨天救我的那个年轻人 你查出来是谁没有 他 他叫王羽 是王陈毅的儿子 什么 王陈毅 竟然是他 这什么鬼地方 我家主子只吩咐我 把你带到这里来 至于其他什么的我不知道 没有这么快 这个地方有这么吓人吗 这个恐怖的感觉 难道是 这里仔细一看 真是一个绝佳的埋伏地点 要是现在有人放冷枪的话 我 我去 要不要玩这么狠啊 很会躲吗 不是喜欢躲着我吗 什么 还懒 这狙击有效射成两千米 这四面又是开过地 我是跑不住他的狙击圈吗 我让你躲 我让你躲 我看你狗子能躲到哪里去 我不跑了 有他要玩的给个痛快吗 哼 你以为我真不敢吗 难道我真的打中了 不可能啊 我每次都留了手啊 不知道怎么样了 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身上没有血迹 我就说不可能打中 脉搏这么微弱 难道被吓破胆晕了 鱼心微弱 这下玩大了 需要马上准备人工呼吸 哼 上钩了 这个混蛋竟然骗我 王羽 你又装死骗我 王羽 你给我去死 喂喂 伟鹰 你发什么疯啊 快把刹拿开啊 要是走火得出人命啊 你这个大骗子 傅心悍 你完蛋了 那等等 你 哦 哦 没给保险 我这家伙 我真想晕过去了 还在 还在 谢天谢地 没有同心凉 感谢上次的保佑 感谢 喂 搞搞清楚 你应该谢的是 我没有开保险 龙鹰 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真在我身上 开几个洞 我还活不活了 你一会儿死一会儿活 谁分得清楚 开几个洞 倒是能放放 你肚子里的换水 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说吧 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这次把你叫过来 主要是想搞清楚一件事情 三年前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三年前 什么 你让我和一个女人 一起执行任务 怎么 你对女兵有歧视 不是 你看我这么帅 魅力这么的大 万一人家控制不住 到时候完成任务回来 两个人变成三个人 那得多尴尬呀 你可放心吧 就你这样的 他是不可能看上的 什么意思 他看不上我 这是在质疑我的人格魅力吗 既然如此 那这个任务我接了 我让他服服帖帖地 拜倒在我的魅力之下 哇 你的皮肤怎么这么细腻 好光滑 美女 晚上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天 这女人 竟然是弯的 难怪看不上我 这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呢 乖乖束手就擒吧 糟了 被包围了 这么多大老爷们儿 对付一个小姑娘 算什么本事啊 有种冲我来 如你所愿 王羽 你们几个 看看这小子还活着没 老大要我们抓活的 看来这小子断气了 机会 下地狱吧 终于都解决了 我好像受伤了 王羽 你没事吧 我 感觉快不行了 王羽 你有没有事 你可别出事啊